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由于当时越南存在着大量的原始部落 大家的文化习俗和汉人的有极大不同 中国官方一般情况下不会去干涉越南人的生活 只要当地人肯纳税上贡 中国人就不会去烦他们 但矛盾还是不可避免会发生 东汉初 焦纸郡太守苏定杀了越南人失所 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中国和越南的记载有很大不同 按后汉书的记载 失所是因为犯罪才被苏定处决的属于民政典型 但越南人不同意 越南史书清定月始通建纲目的记载 苏定杀失所是因为苏定失政科报 这两种说法 历史老师我觉得越南官方的说法相对可信 因为根据中国的史书东关汉记的记载 后来越南判断被平定后 东汉的将领也认为苏定这个人 张目视前迭目讨贼 确于战功 宜家窃斥 就是说苏定这个人贪钱贪财 又窃于作战 然后苏定就被东汉中央给处分了 你看连中国官方的判决都这样的 不得不说 就是因为东汉官员的腐败 才激起后来越南人的反抗 建武16年公元4002月 失所的老婆曾测和她的妹妹真恶 聚集越南本土土著局兵暴动 反抗东汉统治 越南人的反抗军声势好的 越南境内65座城市 很快被越南人占领 曾测在当地自立为女王 建立了越南人自己的独立政权 眼看着越南即将独立 东汉官武帝刘秀 拜马云为福伯将军 叫他率领8000名中国士兵 加上越南人 共2万人出击越南 当然这些帮到中国人打越南的越南人 肯定就被后世的越南人视为越奸了 其实说到这里有个误区 刘秀要平定越南 不一定是针对越南 因为当时越南就是一块鸟拉屎的地方 东汉又才刚刚建国 刘秀何以要出兵那么远去到越南呢 因为越南的独立声势很大 很可能会带动附近广西广东的百岳人 甚至福建的闽人也跟着独立 因为当时这些地方正式规划中国 也不到200年 在东汉后来的三国时期 广东的百岳人还在探断呢 所以刘秀打越南呢 就是一场政治秀 意在警告越南人 广西人广东人甚至福建人 乖乖听话 不要漠视大汉天威 话说马云带着两万人就出发了 当时的汉军刚刚统一中国 作战经验丰富 而且武器又秒杀越南人的 侦测的越南土著 意志在高义干不过菜刀 很快就在烂博被汉军秒杀 自己败退锦西 马云穷追门大 建武十九年公元四三年五月 侦测和憎恶被虎斩首了 此后几个月 越南的土著大军被马云陆续剿灭 越南再一次被纳入了中国版图 不过军事上征服人家不是长久之计 最重要的是要文化侵略吧 文化死则民族死 越南人不汉话 类似的叛乱还是会有的 所以后汉书马云列传记载 马云平定越南叛乱后 调奏越律与汉律博者时于事 与越人声明旧志已约束之 就是说越南习书里面 凡是和汉朝法律相冲突的 统统被废除 随后马云又跟越南土著强调汉化问题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 马云平定越南之后 东汉中央已经改变了过去的政策 不再放任越南土著 而是要对越南土著强行汉化 这个就有点像后来的日本人 对中国台湾人推行黄民化了 不过呢武力征服越南 又用汉化政策摧毁越南本土文化 这样好不好呢 站在中国这边的角度当然是好的 因为此后900年 越南一直是中国领土 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叛乱 想收看更多作死的历史 请扫描公众号二维码 或者搜索历史老师 叭叭叭叭 进入历史老师公众号 回归起点 看透问题 预知后事如何 请继续关注历史老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